语文能力从小培养 光荣国小连续第二年举办新北市全美乔英英语夏令营 今年以迪士尼为主题 透过精彩的课程设计 让学生们在生活中学英文 提升外语能力 全球化时代下外语能力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或缺 三种光荣国小的夏令营课程 透过有趣互动提升学生英文能力 光荣国小今年是第二年来承办 我们全美乔英与新北市的国际双语英语夏令营的推动 这样子的活动最主要是希望说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展开他的一个国际的视野 而且能够勇敢的在生活中来应用他的所学 那在这些活动式的过程当中 让小孩可以用英文来跟我们这些外籍的 来自美国的大学老师 大学生老师做互动 那强化他们开口说英语的能力 语文更是将来我们最需要一个最大的工具 没有好的语文 讲话讲不清楚 沟通也发生问题 有了沟通的能力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公平 有一次就有两次 有将来更多的人来对我们台湾小朋友的语文的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去年夏令营以乐高为主题 这次则是用童趣的迪士尼做课程设计主轴 不少去年参加的学生今年更是积极参与 这一年英文夏令营我们学到了很多英文的知识和异国的文化 我们还有交到很多的朋友 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参加更多更多这种英文的夏令营 或是更多讲英文的机会 因为这个课可以让我的英文变得更好 然后也更有能够不会跟外国人在对话的时候那么很卡 然后不会很顺的说话 然后这个课就会让我变得比较大方 五天的夏令营活动在外籍老师的带领下 小朋友将英文融入日常对话里 提升语文能力为将来接轨国际做准备 I'm 12 years old. I like to play video games 记者陈明辉、林佳珍三重采访报导